蒋经国迫于外界压力 查封了杨子公司的仓库 神通广大的孔令坎自然不会束手就擒 上次遭查处时 是蒋介石亲自出面 为杨子公司保驾护航 然而这次却是蒋介石的儿子要查封杨子公司 那么孔令坎又会找谁为自己撑腰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豪门走私套会案 第三集第一夫人出面调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10月3日上海三家大报 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 陆续报道杨子公司被查封的消息 在这个过程中 一些细心的读者发现 正言报与申报 新闻报和大公报等三大报纸的报道 无论是报道的事实 还是新闻的着眼点都有很大的不同 关于正言报的报道 我们前面讲过了 申报在报道的时候与正言报的角度就不一样 申报的新闻标题是超获养子建业物资 城后京管局后市 措辑比正言报平和了许多 而且在内容上 一是强调上项物资均已向主管机关呈报有案 二是强调外传相关报道不确 声称指外传查获大批新汽车机尼戎等并非事实 新闻报的报道 根据上海警察局特别刑事处的官方文书 其中内容大体与申报相仿 但其标题则为养子公司物资城报当局有案 说明该批查封物资城报过有案可查 意在告诉读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报道还说 关于外传警局查获大批汽车零件尼戎等物并非事实 大公报的标题为养子建业公司查获一批囤货 内容也和申报新闻报相近 完全没有提查获汽车的问题 那三大报代表了上海的主流媒体 三大媒体不约而同的淡化养子公司仓库被查封 这一事件的性质及其严重程度 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 上海舆论界对于此番小讲查小恐的结局并不怎么看好 没有哪家大报愿意在这个事情上旗帜鲜明的站在蒋经国一边去讨伐孔令凯 大家都清楚孔令凯的能量与分量 谁也不想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上海三大报在报道养子公司仓库遭查处时 都提到了一个情节 就是说该公司仓库中的商品都已在上海社会局登记备案了 那么在上海实行经济管制的背景下已经登记备案的商品就是合法的吗 非也 1948年9月9日 南京政府行政院颁布了一个专门用来打击囤积居其商品的法规 叫做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其办法补充要点 规定个人和商家存放物品存量不得超过三个月 否则以囤积论 蒋经国在上海执行这项法规尺度非常严格 商家购尽物资 如果存放超过三个月没有售 即定为囤积 这还是讲日用品 如果是非日用品 有商品不拿出来卖 就会被视为囤积 那么养子公司仓库里究竟存放了多少物品 存放了多长时间呢 事后查明 这个养子公司囤有西药颜料化妆品玻璃制日用品等等共三四千箱 其下属公司存有进口卫瘦小汽车75辆卡车10辆 这些物品大多为19461947年勾进 在仓库里边存放时间都已经超过了三个月 其中食堂煤油都在一年以上 因此 无论是从存放物品数量 还是从存放时间来衡量 仰子公司都明显属于囤积居齐 而蒋经国的上海市经济督导员办公处 曾多次强调 凡有囤积居齐行为者物品一律没收 人员一律逮捕法办 按照这条规定 仰子公司的物品就应当全部没收 孔令凯本人就应当逮捕法办 更何况 仰子公司存放的进口物质中 有二十余种属于政府明令禁止进口 或暂时禁止进口 仰子公司从国外购进的汽车 有些连进口许可证都没有 这在当年都属于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而仰子公司长期套购外汇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我们前面提到的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 那就是因为套购外汇而被判了死刑 蒋经国甚至还公开对外宣称过 凡私自套购外汇者不论数量多少 一经查实立即吹死刑 按照这样的尺度衡量 孔令凯就应当被追死刑 不过孔令凯毕竟不同于王春哲 他的身份太特殊了 所以上海三大报并不相信蒋经国真的能够依法严办孔令凯 这也是他们在相关报道中间 故意淡化问题的严重程度 以免来日弄得自己很被动 至于正言报敢于带头披露养子公司仓库遭查封的新闻 而且在报道中对养子公司做了一番口诛笔伐式的揭露 那有它的特殊原因 正言报创刊于1946年 是一份私立报纸 创办者是吴绍树 吴绍树曾经是杜岳生创办的横社成员 拜过杜岳生为先生 抗战胜利初期 吴绍树升任上海市副市长 市党部主任委员 社会局局长等要职 他当了大官 便不把杜岳生放在眼里 这件事情在杜氏门徒中引起了公愤 不少人主张把吴绍树做了 杜岳生虽然没有采纳这些极端性的建议 但也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杜岳生与戴笠关系破密 他将吴绍树欺失灭祖的罪状对戴笠讲了 戴笠便使了些手段 让上面免了吴绍树的本兼各职 失忆以后的吴绍树创办了正言报 他与党国有功 又无关一身轻 所以他的报纸与同行相比胆子较大一些 特别是敢于抨击豪门权贵 至于他这次揭露与讨伐杨子公司 有没有向杜岳生示好与讨赏的意思 那就属于识人的推测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我们在这儿不去评论 在正言报所发表的关于查封养子公司仓库的新闻中间 还根据接近孔令凯的养子公司职员谈话 披露了公司仓库被查封以后的后续情况 在养子公司仓库被查封以后 孔令凯曾致函蒋经国交涉 说明养子公司营业而不大 封存之物已向社会局登记 孔令凯并已于事发以后乘夜车离户赴京 新闻里讲养子公司仓库遭查封以后 孔令凯曾写信向蒋经国交涉 孔令凯这样做很容易理解 因为他与蒋经国原本就很熟 年龄差不多都三十多岁是表兄弟 蒋经国年长六岁 孔令凯要叫他一声表哥 如今表哥命人将表弟的公司仓库查封了 表弟写信向表哥解释几句 也算是求求情 确实很正常 但这件事情确实太特殊 从本心来讲 蒋经国也并不想大义灭亲 实在是被杜月笙逼得没有办法了 只能拿表弟的公司开刀 那既然蒋经国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孔令凯的那封信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 这也是容易理解 孔令凯写信向表兄蒋经国说情 却碰了钉子 此后他又想到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蒋介石的夫人 也是孔令凯的小姨宋美龄 那么宋美龄与外甥孔令凯之间 究竟关系如何 他会冒得罪祭祀蒋经国的风险 出面解救孔令凯吗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豪门走私套会案 第三集 第一夫人出面调停 那孔令凯从表哥那里得不到答复 无奈之下只得另想办法 郑言报在新闻里讲 孔令凯已于事发后乘夜车离户附京 就是说孔令凯连夜去南京了 到南京干什么去呢 郑言报的新闻里没有讲 待人查封养子公司仓库的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程亦宽 在回忆中也说起了这件事情 程亦宽说 孔令凯听到我派人查封养子公司的仓库 急于当天飞往南京 找夫人向总统说话 请总统通知上海警备司令宣帖武 不要查抄阳子公司 程亦宽所讲的这件事情应当也是听别人讲的 所以某些具体情节可能并不准确 比如郑言报的新闻里讲 说孔令凯是坐夜车去了南京 而程亦宽则说孔令凯是飞往南京 但是他却回答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就是孔令凯到南京所谓者河 上海的仓库被查了 他干嘛往南京跑 原来是去搬救兵 能救他的人在程亦宽的回忆中成为夫人 也就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玲 宋美玲身份的特殊近人皆知 她不仅是当时的第一夫人 而且是国民党政坛手握实权的人物 她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美貌 参与了许多重大国事活动 特别是在抗战期间 她积极组建中国空军 邀请美国退役将军陈纳德 帮助中国组建飞虎队 并由此掌握了中国空军的实际领导权 被称为是中国空军之母 她所参与的一系列重要活动 以及她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深刻影响到了国民政府的内政与外交 也使她成为国民党政坛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还在孔令凯很小的时候 宋美玲就很疼爱她 宋美玲因为小产导致不能生育 便经常将姐姐的儿子孔令凯换到家中 对她百般呵护乃至势如己出 随着孔令凯的一天天长大 宋美玲虽然不能像小时候那样 经常让孔令凯住在自家 但对孔令凯的关系爱护仍然是一如从前 1942年宋美玲出访美国 此前在香港主持中央信托局的孔令凯 因为设立秘密电台被港英当局查获 不得已跑到美国到哈佛大学读书 宋美玲访美期间 没有任何政府职务的孔令凯 被任命为宋美玲的秘书 正是这次陪同访问的经历 为孔令凯日后创办养子公司 变定了基础 而在宋美玲访美期间 她对孔令凯的宠信 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2年11月到1943年4月 宋美玲应邀访问美国 这是抗战期间 国民政府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 而孔令凯此时便担任了宋美玲的秘书 在此期间 她陪同宋美玲到访美国多地 揭示了不少美国军政界 财经界的名人巨头 所有这一切对她日后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此番宋美玲访美外出经常是随从云集 但她信得过的只有孔令凯和孔令伟兄妹二人 宋美玲访美期间 曾计划访问芝加哥 但在与芝加哥方面讨论接待仪式的时候 宋美玲提出要将孔令凯的坐次排在她的身边 对方认为将没有政府职务的孔令凯 排在州长市长等人前面不合理 但宋美玲坚持不让步 最后因为双方谈不拢 宋美玲竟然取消了访问芝加哥的行程 又比如 宋美玲在一次结束对加拿大的访问以后 让孔令凯致电加拿大总督和夫人 对家方的盛情款代表是谢意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刘诗顺认为 这样做不合外交礼仪 劝宋美玲亲自向家方致感谢殿 但宋美玲坚持认为孔令凯就可以代表她 由此可见 宋美玲对孔令凯的宠爱与信任确实是超乎寻常 我们前面讲到过 宋美玲对孔令凯十分疼爱 视如己出 也就是像亲儿子一样 如今亲儿子的公司仓库被查封了 而派人查封孔令凯仓库的蒋金国 那也要算是他的儿子 准确些说是嫉子 那两个儿子闹矛盾了 当妈的自然不能够袖手旁观 而且呢 还有人说在孔令凯的杨子公司里就有宋美玲的股份 这点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如果真是这个样子的话 杨子公司被查 宋美玲本人也是直接的受害者 反正不管怎么说 听了孔令凯的一番诉苦以后 宋美玲决定亲自去上海走一趟 在两个儿子中间调解一下 劝他们不要再兄弟相残了 宋美玲决定亲赴上海 解救外甥孔令凯 然而孔令凯触犯的经济管制的法令 由蒋介石亲自下令实行 有了父亲撑要 蒋金国也铁了心 要将这项工作进行到底 那么作为继母的宋美玲 与蒋金国的关系如何 她能否劝说蒋金国网开一面 放恐令坎一马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桃门走私套会案第三集 第一夫人出面调停 宋美玲对上海并不陌生 或者也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 她1917年从美国留学回国以后 就生活在上海 1927年与蒋介石在上海结婚 婚后呢 大哥宋子文送了他们一幢 法国式的花园洋房 洋房位于贾尔叶爱路九号 是做两层小楼 菱形平斑瓦泊屋顶 外墙上嵌满了鹅卵石 窗口门廊墙语 均为尺状纺石装饰 五谱中透出贵气 屋顶的老虎窗啊 又给整状建筑贴了些许的轻块 蒋介石十分喜爱这幢房子 为他取名呢 叫爱卢 与他们在卢山的美卢 杭州的城卢 并称三卢 这次送美龄来上海就住在他们的爱卢 只是啊 这个时候门前的马路改了名 不再叫贾尔叶爱路 改名叫东平路 宋美龄于十月一日上午乘飞机到达上海 孔令凯同机返回 紧接着宋美龄把蒋经国换到东平路九号 让他与孔令凯这对表兄弟在爱卢一楼的客厅里坐下 那是一间相当豪华的客厅 幼木地板 高级沙发 墙挂 名贵字画 屋里还有放映电影的设施 宋美龄平时喜欢看电影 她的同学好友黄仁林 便时常带一些摩登的美国电影来此放映 每逢此时宋美龄都会叫上孔令凯 与她的姐姐弟弟一同关上 蒋经国来爱卢的次数当然不及孔令凯 不过她与宋美龄之间的关系 其实也还是蛮好的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是在1927年12月的事 当时蒋经国正在苏联 宋美龄与蒋经国第一次见面 是在蒋经国1937年回国以后 据说蒋经国刚回国的时候 心里边很不安 因为她在苏联的时候不仅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还曾经在真理报上公开发表了一封痛骂蒋介石的信 有传言说蒋介石对这件事情很恼火 甚至还有传言说蒋介石要杀了她一切心头之恨 为此她很害怕 此时身边有人给她出主意 说只要能让继母宋美龄在她父亲面前美颜几句 过去的事情准能一笔勾销 因为蒋介石对宋美龄从来都是言听计从 但蒋经国与这位继母从未见过面 怎么样才能让继母替自己说话呢 身边的人又给她出主意 说这个容易 你只要第一次见面能喊她一声妈 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蒋经国一计而行 在与父亲见面之前先去拜见了继母 刚见面便叫了一声阿姆 也就是宁波画里的妈姆 宋美龄一听果然喜笑颜开 宋美龄只比蒋经国大13岁 再加上她重视保养 显年轻 蒋经国从小吃过苦少年老成 两个人年龄看起来相差不多 宋美龄原本有些担心 担心蒋经国不认她这个后妈 如今听蒋经国见面就叫妈 自然很兴奋 随后蒋经国说 自己在苏联时候 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 许多都是迫不得已的 那封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信 根本就不是他写的 是别人写好了 以他的名义发表的 宋美龄听后对他的遭遇 表示理解与同情 随后又在蒋介石面前 替他做了些解释 少不了美颜的几句 蒋介石听了夫人的话 就没有再去找儿子的后帐 事情就算过去了 这以后 这对继母与继子的关系 一直比较融洽 宋美龄对蒋经国很关心 蒋经国对宋美龄也很尊敬 但是自从蒋经国来上海 督导经济管制以来 他的一些做法开始引起宋美龄的不满 特别是蒋经国公开提出要打倒豪门资本 让宋美龄听了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在宋美龄看来 所谓打倒豪门资本 矛头就是对着宋氏家族与孔氏家族来的 蒋经国刚到上海走马上任 督导经济管制的时候 宋美龄正住在庐山秘书 8月26日 宋美龄在庐山孤岭儿童乐园 举行了一场规模不是很大的记者招待会 招待会气愤轻松 宋美龄回答了记者提出的不少问题 起初记者的提问主要是围绕着孤儿 女童男女平等和庐山风景区建设这些问题 宋美龄的回答优雅风趣 渐渐的记者开始提出与金元券改革相关的问题 场面稍显凝重 宋美龄表态说 避制改革的成功 关键是人民有信心 能全心全意支持避改 这是有记者问到了上海等地打击豪门资本 宋美龄听后情绪有些激动 她板着面孔说 豪门资本是共产党喊出来的口号 听了她的话 记者面面相训 因为大家知道打倒豪门资本是蒋经国在上海喊出的口号 怎么成了共产党喊出来的口号呢 宋美龄接着说 要富人拿出钱来 可以由政府规定很重的税 但不能敲珠杠 显然在宋美龄的眼里 蒋经国在上海做的一切就是在向富人敲珠杠 如今 蒋经国敲珠杠居然敲到孔令凯头上 打倒豪门资本居然打到孔宋家里来了 她想装聋作哑都不行了 宋美龄虽然心里装着怒呼 但话说出来仍然很有分寸 她对蒋经国和孔令凯两个兄弟说 你们是手足 没有理由互动 这话说的不多 但很有水平 就基本性来讲 宋美龄对蒋经国有些不满 那天主要也是要劝蒋经国不要揪住孔令凯不放 但话呢 却是同时对着两个人说的 至少表面看来是不偏不倚 而且话说到点子上了 你们是手足兄弟 为什么要自己人跟自己人过不去呢 他的意思也很明确 就是要让蒋经国与孔令凯 这对表兄弟遇事能够和谐商量 化干戈为遇国 但问题是 蒋经国与孔令凯这对表兄弟 还能够听见他的话去吗 他们还能够化干戈为遇国吗 我们下次再讲 谢谢大家 蒋经国查封了表弟孔令凯开办的杨子公司的仓库 宋美龄出面为孔令凯求情 却遭到蒋经国拒绝 他无奈向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求援 那么蒋介石会违背自己亲自颁布的法令 再次解救养子公司吗 明天的节目中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老蒋破西米